想必大家都听过《你是我的眼》这首歌 歌曲讲述的是一个失明女孩的故事 整首歌表达出了残疾人身上的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和多一多彩世界的留恋 让无数听众都为之动容 这首歌已经火遍了大江南北 也让人们认识了一个歌手 他就是肖黄旗 不了解肖黄旗的人可能并不知道 这位创入出《你是我的眼》的人 竟然是一位视障人士 而这首歌也是他内心世界的一个表达 是什么原因让他打破了视障这一难关 让他的人生发生了逆转 又是什么原因让他坚持当一名歌手 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 这一个视障歌手肖黄旗的一生 每个孩子在降生后睁开眼的那一刻 他们都能看到一个充满色彩 充满美好的世界 但是肖黄旗却并不能看到如此多彩的世界 他一出生就失去了看到这个世界的权力 他坏有千天性的白内障 天生就是全盲 所以年幼时的他并不能如同其他孩子一样 看到自己所处的世界 在他的眼中只有一片黑暗 虽然年幼的他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后来他渐渐的长大 面对着一片黑暗的世界 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惧 而且双目失明的他也不能和其他孩子玩耍 只能自己待在房间里过着无趣的每一天 而就是这样的生活 让他得到了在声音感知方面的天赋 还有与常人不同的想象力 他的父母为了他的病情四处奔波 留下他独自待在家中 让他更是觉得孤单 不过他的童年之中还存在一道光明 那就是他的阿嬷的陪伴 阿嬷不仅教会了他人生的道理 还常常给他哼他喜欢的歌谣 在阿嬷的悠悠歌声中 他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 也爱上了聆听歌曲的乐趣 父母多年的奔波之后 终于治好了他的双眼 经过治疗之后 他第一次见到了周围的世界 虽然他并没有完全的恢复光明 但是能有一点光亮 对他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在消防期年幼时 他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了柔道 在多年的艰苦练习之后 他参加了1990年的北京残案会 并且取得了铜牌 这对一个视障人士来说 是多么的不容易 而他也是第一次得到了身边人们的认可 真是因为他不服输 与命运抗争的决心 才让他跨过了童年的这一道道难关 就在他认为未来的生活 应该会美好一点的时候 命运却再次戏弄了他 在15岁那年 他彻底失去了失而复得的光明 对于这件事情 萧黄奇并没有过多的沮丧 对他来说 曾经拥有过一段时间的光明 就已经很知足了 所以他依旧积极地对待生活 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 却让热观的他低迷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就是阿嬷的去世 1996年阿嬷因多次中风被送往医院 萧黄奇本想陪伴在阿嬷身边 但无奈他已经报名参加了亚特兰大的残奥会 只能前往参赛 比赛顺利结束了 他取得了第七名的好成绩 但在比赛结束后 他的大哥开车来接他 告诉了他阿嬷去世的消息 他一下没有了比赛结束后的喜悦 随之而来的是无限的悲伤 他消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很快就郑州了起来 因为他明白为此而消极是不值得的 他相信阿嬷在天上 更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积极乐观的自己 后来他创建了一个乐队 名叫全方位 总共五个人 这个乐队很特别 只有一个成员势力是正常的 其他都是盲人或者是弱势人 而他主建的这个乐队的原因 就是想像阿嬷给童年的自己 横唱歌曲一样 通过歌曲 为人们带去对生活的希望 当时他作为一个盲人 看上去生活都无法自理 却担任了乐团的团长 台湾的每个监狱和盲人学校 都是他历练的战场 实现黑暗的他们 用着自己的力量 为失落的人们带去光明 因此他也收获了一批粉丝 2002年12月 你是我的演问之后 肖黄奇受到了大众热烈的关注 尤其他还是一个盲人歌手 要知道直面自己的缺陷 是非常需要勇气的 因此不少公司看中了他的才华 就连成龙这样的圈中大佬 都纷纷为其加油 当时肖黄奇知道了 成龙的认可自己的作品后 十分的高兴 在之后成龙更是在他的演唱会上 为他助演 让他激动不已 一时间大街小巷都在播放这首歌 直到今天 这首歌也依然是人们心中 难以忘怀的金曲 肖黄奇曾荣获台湾十大杰出青年奖 凭借着音乐才华 十次入围金曲奖 四次获得最佳台语男歌手奖 三次多得最佳台语专辑 数次问鼎金曲歌王 除了拥有被天使吻过的嗓子外 他在创作方面也展现了超高的天赋 2007年他为黄小虎创作的没那么简单 歌词中将爱而不得展现的淋漓尽致 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 不少网友纷纷感慨 他一个盲人是怎么写出这样煽情的歌 他真的如歌迷所说的没那么简单吗 其实萧黄奇在进入娱乐圈之前谈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虽然他是盲人 但依然具有七情六欲 他对当时的女朋友非常的好 基本上女友的要求都会尽力去做 从来没有对女友发过脾气 可是他的付出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女方并不珍惜他 反而嫌弃他是一个盲人 而最过分的就是 因为他失明看不见趁此把他的家给搬空了 连垃圾桶也不放过 这对于当时年轻的萧黄奇来说 无疑是一场打击 他的真心终究是撤付了 也因此他出道多年却很少提及自己的感情生活 也许是受过爱情的情伤 所以他在自己成名之后 对待感情的态度十分的让人反感 甚至被不少网友观赏渣男的标签 因为作为一名公众人物 他曾在公开场合表示 自己找女朋友的标准就像挑娃娃一样 因为自己看不见 所以更加注重手感 更让人诧异的是 他真的有收集娃娃的癖好 家里摆满了各种毛绒娃娃 此番言论被不少网友诟病 后来他会传出与自己经纪人陈莉莉相恋 因为陈莉莉对他的事都是聚系的照顾 就连他上厕所后 陈莉莉都会帮他冲 足以看出两人的关系密切 可是对于这样的传闻 他从来没有回应过 记者多次旁敲侧击 他才透露了恋人未满 不由得让人浮想连篇 看来暧昧关系是实锤 只是还没有正式转正而已 就在大家都以为 他和经纪人有一段美好恋爱的时候 却又被爆出他私下 已经和陈莉莉的闺蜜谈婚论嫁了 对此肖黄奇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 对方只是陪他看电影的朋友 把多情说得如此理所当然 彻底打破了他在大众心中的美好形象 本以为他是一个正能量的盲人歌手 谁知他的私生活也是如此的混乱 他的私生活一直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近年来肖黄奇看似没有什么动静 其实他不仅一直在积极创作歌曲 同时还出演舞台剧 主持音乐节目开演唱会 2019年他在舞台剧 遇见自己中饰演盲人音乐人 之后他又主持了台湾的一档音乐节目 上泡台湾歌 先前他为了更好的发表新专辑 还专门制定了瘦身计划 减肥方法很极端化 不但每日的锻炼 并且三个月不吃一碗米饭 持续七天只喝水和葡萄糖 最后他取得成功减去了十斤 在爆出最新的照片中 他黑袍出镜 戴着乳白色的棒球帽子 衣着俊秀 烫了卷发 脚上蹬着一双叉的真亮的皮鞋 打扮很是有形 罕见露面的他已经44岁了 但他的脸蛋保养的非常的好 皮肤紧致有光泽 笑的时候也不看到明显的皱纹 他这身材也瘦了不少 让身高1米75的他 看起来越发挺拔 4月3日 他举行了小型演唱会 如今正是全球疫情的特殊时期 他的演唱会规模比以往 缩小了不少 但歌曲否认数量 和表演否认质量 都没有丝毫的减料 为大家呈现出了一场 诚意满满的演出 近日他在参加某综艺节目访谈中 与观众们分享了自己台上台下的日常生活 并且还自爆已有交往对象 期待能与其步入婚姻的殿堂 流露出的幸福感不言而喻 平时闭口不谈感情问题的态度 结安不同 看来正式是相当满意这位女朋友了 也期待她们可以走进婚姻的殿堂 上天是公平的 如果一个人生下来有缺陷 那么她的身上也一定会有不同的闪光点 唯一坚信的就是 一定不要轻易的放弃 坚持自己的梦想 努力拼搏 就一定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未来 就像萧黄奇一样 虽然看不到世界的色彩 但是她心中却有那一份光明 指引着她走向了自己的未来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见 拜拜